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安裝的車款呢 是Toyota的Vios 那這一台是110年的 安裝的版本呢是KT的道路版 那前幾天呢也應該也是在版上 也都有分享過同一款的車款 那剛好呢今天也有Vios呢 就跟大家一起來做安裝的直播分享 當然安裝的版本呢也是一樣 都是道路版的 那有不談的車款的時候呢 有機會也都會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是它拆下來的原廠避震器 那不得不說啦 Toyota的品質呢真的很好 因為這台車呢使用了大概25萬公里 26萬公里左右 它的避震器呢才開始劣化 那這是原廠拆下來的狀況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前面的避震器有一個上座 那後面的避震器呢它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這是後彈簧 然後這是後面的筒身 它的行程呢還蠻長的 那Vios的後面在安裝的時候的特別的技巧 像今天的話也都有店家呢剛好在詢問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後面阻泥的調整好了 後面的避震器呢需要把屁股做的椅墊 還有椅背呢要把它拆下來 因為它的上座呢在後座這個地方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調整阻泥的時候呢 會稍微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需要把它椅背拆掉之後 從這個地方呢才能有辦法調整到阻泥 這個是Vios的後面 那它的後面呢 我們配的彈簧公斤數其實還蠻輕的 只有大概三點出頭公斤而已 那它的後面拖一臂的系統呢 剛剛提到的最主要的安裝上的技巧 這台車其實是真的只有在後面 後面簡單來說呢 就是它的彈簧千萬不能壓縮過多 那如果呢有板上剛好有技師 或者是有車友 對這樣的安裝調整有興趣的話呢 要特別留意 它的車高的取決呢 是在這個彈簧上方的基座 我們把這個基座的兩個銀色托盤 往下調整的話它的長度會變長 那它的長度呢就是來改變車高的 後面的避震器一定一定要特別記得呢 不是調整這個的長短來改變車高 這個的調整呢只是來搭配 Hilo Key的長度而已 這個長度調的比較長 車高就比較高 那所以這個的預載 它的彈簧壓縮率呢要怎麼調整 就是它的筒聲呢千萬不能縮得過短 一旦縮得過短它的彈簧呢就壓縮過多 那就一定不好做 然後筒聲會有異音 也有可能會提早造成漏油的狀況 所以後面像這樣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在安裝的時候呢一定要特別注意 筒聲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那這個上部的話我們有附一個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是一個家常的規格 當輪胎著地之後它的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的防塵套會整個將筒心把它照住 就比較不會有水卡在這裡會有容易生鏽 或者是說筒心保護不夠周全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KT所專用的 這個車款所專用的家常的防塵套 它的後面懸吊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個推幣的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前面的話這台車我們記得我記得配的是五公斤還六公斤 忘記我看一下 這是配五公斤 有拉長行繩跟它的彈簧長度 這個是配兩百二十場五公斤的規格 那安裝的時候呢有做一個水平椅 水平椅是讓它原來的角度呢 跟安裝完畢之後呢不要差太多 所以會等一下在定位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節省時間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我們都有附上座 KT在Vios的車款呢 這一個車款呢 如果新款的話呢 新款的Vios呢 它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跟軸繩 它的結構設計跟舊款的比較不同 舊款的話呢 它有附一個強化上座 新款的話呢 就需要把它分解 然後沿用原廠的一些零件 這裡有一個KT的旋鈕 那這個旋鈕呢 主要的用意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軟硬 我們往順時針的方向調整 這個往H的規格呢 那就是往硬 往S的方向Soft呢 它就是變軟 所以一共有30段的阻鈕呢 可以調整 而且這個指推軸層呢 還是日本最大的軸層品牌 KOYO的齁 這邊師傅還在安裝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好了 這個是1.5升自然進氣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裡有一些油管 它的構造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避震器上的話 也沒有做一個防輕感的固定機構 所以後方的話呢 就有一個油管固定架 跟ABS感應線 當然啦 這些都算是一個 現在做避震器 都算是一個 應該要有的一些 基本固定位置 這裡的話 也有一個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那在用料的部分呢 KT所選用的主女友呢 這個就厲害了 是義大利呢 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女友 並不是授權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單價呢 雖然比較高 但是穩定度相對的高很多 這個是義大利進口的IP的油品 那裡面最重要的一些油風呢 有關到產品壽命的油風 我們所使用的 也是日本最大品牌的NOK油風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方式呢 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車高調整呢 就比較單純一點點 我們把這個整個的長度呢 把它拉長 車高就變高 那怎麼拉長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這個是比較低階的 才會靠壓縮彈簧 那這個是統身可調的 所以它調整車高的時候呢 是靠這個齒輪狀的頭板 我們把它懸鬆 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整體的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今天預計的車高呢 因為車主的話有裝了大包 所以也沒有計劃要降到非常低 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呢 大概是兩指半左右的幅度 簡單來說 也就是比原廠大概低 一指到一指半的幅度 正常來說 像這樣拖一臂的系統 尤其是TOYOTA的車系呢 它原廠的車高呢 是會做前低後高的設計 因為要搭配它原廠後面的彈簧棒數比較低 所以車高呢都會前面比較低後面比較高 但改裝避震器之後呢 它的彈簧棒數呢 會比原廠的還要略高一些 所以當它合中之後的車高呢 就不會落差過大 所以我們也不會將它的車高呢 調得太誇張 像原廠的前低後高的那麼大的幅度 當然會做稍微做調整 會以車主使用的實際狀況呢 再做微調 因為呢KT的車高呢 都是可以調整的 這個是原廠的後彈簧 它的後彈簧呢長度比較長 磅數也比較低 所以它的車高呢 就會預留的比較多的幅度 能夠讓車主呢 在滿載的時候呢 後面不會下沉到後面整個都比前面低的狀況 所以正常來說 尤其是像RAV4啦 還有Artis 也都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Artis的話指的是9代 10代 11代 12代的話改了TNG的底盤 配置的話又更不一樣 OK 以上是今天Toyota Vios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很謝謝這陣子的Vios的車友呢 都有幫我們KT介紹 如果車友有興趣的話呢 也很歡迎來KT試乘 我們北區中區呢 南區呢 分別都有試乘車 可以讓大家來試乘看看 試乘之後覺得有滿意的時候 再考慮就好了 如果有產品上的問題呢 也很歡迎跟我們的KT後台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謝謝 掰掰